三点二十八分了 开火去了 出发 现在天亮的可真早 四点多一叠天已经开始亮了 现在到我妈这里了 又要开始挂鱼了 开始挂鱼了 他要出来了 现在是快六点钟了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 现在挂完鱼了 还有一块我妈妈在挂 又搞了两下吃鱼 给鸭子吃的 这个鸭子太有福气了 吃得好 生出来的袋就好 哎,这是奶粉 给我妈妈买的奶粉 那,就是去拿粉 好了,马上要出发了 大家好,我是阿杰 现在出发了 今天贴气很好 好 排钩已经全部放下去了 今天风平浪静了 那现在要去取钩去了 六点多放的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已经两个半小时多了 好,来了来了 来了 哈哈 第一框,第一條 爽了,太爽了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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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 哦,這條好大 這條有一斤半以上了 來啦,來啦,又一條,米魚啊 這條三五斤的,第一條五八斤的 三五斤的一個規格,五到八斤的又是一個規格 五斤以上的又是一個規格 三斤以下的又是一個規格 這米魚啊,規格分的太多了 三到五斤的六十,五到八斤的七十 五斤還外,幾乎 五斤的第二條 一條高山 五斤 一條高山 一條高山 五斤 六斤 一條高山 2 吹牛她 1 吹牛她 2 吹牛她 2 吹牛她 2 吹牛她 哦 一只石头蟹 那一筐那一筐锅锅断掉了 另外一头的话潮水蟹在很急 都拽到水面下去了 等一下再起 看一下呢 这个浮标也都在水面下 只出了一点点 潮水一急的话 这个绳子都抓到石缝里面去了 所以很容易挂底的 起钩的话一定要在潮水小的时候 坏的时候起钩 那样才不会挂底 如果潮水急的时候起钩的话 很容易挂底 很容易就断掉的绳子 放钩的话潮水急一点没有关系 只要你手速够快 起钩的话一定要在滑溜的时候 不然的话损失踩重了 那等一下再骑 稍微去休息一下 就这个浮标带一下 等流水滑了再去骑 好了就这样待着 等一下 起了一拜了 起了一拜 这是一拜的渔户 两条米鱼 四条黄晒 不错啊 今天总算又看到米鱼了 稍微休息一下 等潮水坏了再去骑 反正今天时间还早 现在才十一点钟 休息个大概一个多小时 一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一点钟了 现在开始挤够了 过去两个小时了 哇 防塞一条 又来一条 防塞 这两条防塞大 这都是由一斤半以上了 一斤六七了 这两条防塞爽 又一条又一条 洁铁爽 又来一条 时间很长了 这一斤都死掉了 这条 施钩很少 钩子都吃到塞里了 看见没有 这框是钩材断掉的那一框 现在不必要够了 现在不必要够了 先把它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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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拿一条 这么急的潮水退过以后啊 它这个紫蟹啊 都打卷了 鱼还是活着的时候 它不会打卷的 因为鱼跟着潮流在走 鱼一死掉之后啊 那就紫蟹跟竹蟹打卷了 弄不好的话 就紫蟹就断掉了 骨头一条 那活着的鱼 它不会打卷的 活着鱼 它会游动的吧 好了 这样一块把它挤起来 到家里 后来去挤 我先把它挤起来 好了 最后一个钓点了 还有几块 起来回家了啊 骨头一条 骨头鱼比 比花生还难搞 哦一条花生来了 来了哈一条 啊都死掉了 这个早上八点钟发的 现在已经两点钟了 红帅又一条 红帅又来一条 每块一条又一条 又一条 又一条 每块一条又一条 那也就开进了 这条死掉了 翘翘了 啊这块好 哦这条斧头好大 这条斧头好大 八不大 八不大 手掌还是这条斧头鱼大 哦又一条 啊这条花生尾巴都 尾巴都给螃蟹咬掉了 最后一框了 起来回家了 五一条 五一条来了 一条又一条 一百一十块钱一斤啊 排口起来了 现在回家了 我钩子刚起完 那一条扑米鱼的船就了 就来放米鱼网了 现在已经到码头了 看一下鱼货 这里十条 这里还有四条 两条很活跃的在下面 这四条 今天米鱼很活跃的 都是活的 这条死掉了 它也是活的 也都活的 还是活的 今天爽了啊 找到改决了 这么多花山 一条 爽不爽 再来一条 发财了 发财了 好了现在回家了 现在已经到家了 趁一下鱼货 这条米鱼七斤八两 这条四斤六两 黄筛 今天黄筛挺不错的啊 这条四斤六两 黄筛 今天黄筛挺不错的啊 一条米鱼 十七斤六两 黄筛 麦鱼 爸爸跟着哈 一斤六两 一斤七两 骨头 好了 好了一年盆鱼货 今天不错啊 十多条黄筛 两条米鱼 今天挺不错的 两千九百五十几块 发财的节奏啊 哈哈 终于两千块以上了 搞到了 今天不错啊 加进三千块了 不错不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觉得点个关注 下期再见哦 拜拜